一名男人拖着一个被绑住双手的少女往河边走去 这一幕恰好被警员强哥看到 他马上拔出枪跟了过去 只见男人将少女按在铁桶上 拔出40米的大刀 想将女人砍死 强哥急忙阻止 可男人情绪激动 嘴里说太迟了 说完就想下刀 强哥只能开枪 将男人射杀 男子倒地后 用尽全身力气 对强哥说了一句 Jennifer仿佛想警告他什么 强哥并未在意 他急忙救下那名女孩 当女孩抬起头时 强哥被吓了一跳 因为这女孩长得实在是太丑了 相当吓人 但作为警察 他还是忍作恶心 抱着女孩亲身安慰 随后他将该女孩横抱 带回了警局 回到警局后 知道了女孩名叫珍丽佛 而强哥由于开枪杀了人 按照规定 必须停止进行心理辅导 虽然心理不太乐意 但他还是被迫接受了 回到家后 强哥因为被停止的事 脾气变得暴躁 将气撒到了妻子花姐身上 善解人意的花姐 为了安慰强哥 还特意穿上性感的睡衣 想舒缓下强哥的情绪 第二天 强哥来到警局 想了解珍丽佛的情况 同时告诉他 他打死的那个男人 本是一名富商 后来不知为何 却沦为了流浪汉 而珍丽佛则没有家人 被安置在了精神病院 强哥来到精神病院 医生对强哥说 珍丽佛只有骑士的智商 不会说话 还爱吃小动物 见到强哥的时候 珍丽佛表现得对强哥特别依赖 听到旁边的医护人员 嘲笑珍丽佛受灭人生 强哥于心不忍 于是将他带回了家中 让他暂时睡在沙发上 到了半夜 强哥家里的猫出来找吃的 却被珍丽佛拦下 一人一猫僵持不到十秒钟 小猫猫就夹着尾巴逃跑了 而强哥在睡梦中 居然梦见了 变得漂亮无比的珍丽佛 等他醒来时 发现珍丽佛站在自己床前 这时花姐走进屋 被丑陋的珍丽佛吓了一跳 珍丽佛也被吓到 对着花姐的嘴就咬了下去 花姐嘴上被咬出一排牙印 当即晕了过去 第二天 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 强哥只能将珍丽佛送走 但强哥根本不知道往哪送 而且他对珍丽佛 似乎有了特殊的感情 可能感觉到自己会被抛弃 珍丽佛抓住强哥的手 开始清他的手背 而强哥这后居然 咳咳 此次跳过 完事后 强哥更加无法抛弃珍丽佛 又将他带回了家 花姐看到后 立马开始咆哮 珍丽佛似乎受了惊吓 捂着脸破上了楼 随后传来了默的残叫声 等他们追过去时 却惊恐的发现 珍丽佛居然把猫吃了 这场面 要多恶心有多恶心 花姐和儿子被吓得连眼离开了家 剩下强哥和珍丽佛在家 到了晚上 珍丽佛再次走进了强哥的房间 第二天 强哥陷入深深的自责 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这么丑一下的去手 好像无法控制自己 只能借酒消愁 这天强哥回家后 惊恐的发现 邻居家的小女孩 居然惨遭珍丽佛的毒嘴 强哥再也忍受不住了 决定摆脱珍丽佛 他将珍丽佛送给了一个马戏团团长 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他 让他去将他抓走 等强哥回家后 家里没有了珍丽佛的声音 他心里很高兴 终于摆脱了这个噩梦 于是他准备拿瓶啤酒庆祝一下 可等他打开冰箱一看 眼前的一幕差点让他撂裤子 马戏团团长被珍丽佛杀死 并大卸八块 放在冰箱里面冷藏 而珍丽佛这时候出现在门外 像恶作剧的小孩一样 开心的笑着 因为出了人命 强哥知道家里不能带了 只能带着珍丽佛远走他乡 他们来到一个树林里 住进了一个废弃的小木屋 强哥去镇上找到了工作 在一家超市当砸工 挣钱给珍丽佛买吃的 但是珍丽佛对这些食物不感兴趣 看着熟睡的强哥 他揉了揉肌肉的肚子 最终还是没有下嘴 强哥在超市工作还算顺利 漂亮的单身老板娘 看强哥如此勤快 便主动与强哥亲近 然而这一切都被珍丽佛看在眼里 他气冲冲的离开了 看到这儿 我估计老板娘要倒霉了 果不其然 珍丽佛将老板娘的儿子 勾引到小树林 然后露出恐怖的脸扑了上去 强哥回到家后 发现珍丽佛不在屋里 却看见了老板娘儿子的外套 立刻下在心中一惨 他进门跑去地窖 只见昏暗的地窖中 珍丽佛正在啃尸老板娘的儿子 强哥彻底崩溃 他终于明白 在这样下去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成为珍丽佛的食物 他决定将珍丽佛抽离掉 于是他用绳子绑着珍丽佛的双手 将他拖进树林中 然后准备绑在树上 准备用斧子结束他 这时 一个护林员看到了这一幕 他举起枪大声喊道 放开那个女孩 但强哥已经接近疯狂 霍林员只能开枪 一枪打中了强哥 在临死前 强哥终于明白 那个被自己打死的男人 为什么在死前 会大喊珍丽佛的名字 霍林员解开绳子后 如当初的强哥一样 温柔地安慰着珍丽佛 当珍丽佛抬起头后 霍林员愣了一下 可他和强哥一样 选择忍住恶心 继续安慰眼前的女孩 而珍丽佛的手 妈妈抚摸上了霍林员的手背 不难猜到 他就是下一个受害者 而且绝不是最后一个 这一集恐怖大师之珍丽佛 看似恶心 但其教育意义深刻 珍丽佛就好比毒品之类的东西 每个人都知道 他会带来灾难 甚至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但依然有人抵挡不住诱惑 前仆后继 这就是人心的弱点